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蔡英文她說 對啊 我一定會全面的深刻檢討 我要貼近民意 但是呢 我要把蘇貞昌留住嗎 蘇貞昌說 蔡英文希望我堅守崗位啊 那未來會率領團隊 繼續為整個國家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 所以蘇貞昌就是繼續要拼到底囉 但是她還能拼多久呢 現在看起來在民進黨內 有很多很多這個很敢講的人 都出來在嗆了 那我覺得最嗆的莫過於王世堅 因為王世堅不只講一次 他率先開炮之外 他已經講好幾遍了 而且還告訴你 我為什麼要蘇貞昌下台的理由 那最近他講了那麼多 然後他就說 他現在辭職是功成身退啊 但是要弄到整個社會逼你下台 欸那可就是晚景淒涼啦 好了那大家都聽到了 王世堅持續的高分貝 拉高的分貝了之後 那你覺得蘇貞昌他會動嗎 結果現在有人出來放炮了 是誰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這個周玉寇呢 他就直接發臉書說 現在逼攻蘇貞昌的民進黨人好賤 為什麼這麼嗆 現在說這些話有何用意 這樣子 現在看起來其實 我們看到現在所有的這些 在希望蘇貞昌下台 跟防禦 為蘇貞昌防禦 我們現在看到都沒有藍營的人 所以也就是說 現在蘇貞昌 是不是應該下台這件事情 在藍營裡面確實 在綠營裡面確實是 插戶裡頭的風暴 那我們特別看到現在都在這種 大家的氛圍的推論上 按照道理 那麼我們上次也討論過 到底蔡英文還要不要伸手抓拳 蘇貞昌會不會她的布袋系 還依然可以掌控這個整個國家 政府的這個政治機器 其實它是有相關性的 不只是就蘇貞昌 他要不要下台這件事情 但是我這裡要特別講一件事情 雖然疫情還沒有說 但我還是要提一下 我們看到周玉寇不是在 感覺起來 他是在為蘇貞昌在防禦 但是呢 今天的一個最新消息 就是周玉寇的這個放言 放言的這個網絡媒體當中 他特別有一個 也是非常資深的這個政治編輯 他發表了一個有關於民進黨方面 怎麼處理蘇貞昌是不是下台 以及蔡英文對這個權力結構的 一個思路 我在看完這個部分來講 我覺得有點意思 因為一方面這個資深編輯 是過來一些比較關鍵的 我長期看他是可以參考的 他裡頭主要的重點是 那麼針對於蘇貞昌本身 他提到說是在蘇貞昌 那麼現在未留他 是因為要讓他持續做完總預算 總預算只有完成之後呢 階段性任務完成之後就可以下台了 就是這一句 格魁蘇貞昌也將在總預算審查完畢之後 完成階段性的任務 所以換句話說 他還是會走嘛 這個就是2018年的賴清德模式 當時賴清德他們安排他下台的時間點 也是在總預算審完 是的 也合理 那麼但是另外一方面來講 這裡頭我特別提到 那誰接班呢 包括這裡頭除了政府隔回換之外 還有民進黨不是還有很多所謂的 這次敗選的戰犯嗎 這裡頭特別提到說 蔡英文提出一個重要的觀念 他說他認為應該民進黨 接下來要整個終生代接班 這裡頭包括哪幾個方面 第一點是有關於英系 這些我們包括看到先前整個在操盤的 那麼這些人裡頭包括幾個 我們就是說幾個操盤手 我們都知道的 包括林熙耀他們都走了 原本在民進黨內比方說 侯氏兄弟 對 侯氏兄弟 他們全部都讓他走 然後他現在具體舉例說 會讓陳明文跟劉兆豪 這些在英系當中是比較思索 比較佈局的 或者說比較保守的 那麼聲望沒有爛掉的 沒有臭掉的 這些人未來英系會由他們來主導 那麼此外也就在這個概念之下 所謂終生代接班 蔡英文提出的 是包括黨跟政都要來做 那麼我再看完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雖然他沒有具體提到人選 也提到說是不是陳建仁副總統 有可能在這樣子的思路之下 那麼被提出來做隔魁 目前都還沒有明朗化 但是我必須得說 我覺得我看這個部分 第一個就我對於蔡英文的部分 長期的觀察了解 我認為這確實蠻符合蔡英文的思路 而且我覺得蔡英文非常厲害 過去的思考是你蔡英文要不要道歉謝罪 你要不要怎麼下台 那你要怎麼佈局 蘇江下來都是一個譴責的方式 感覺起來蔡英文就只能去一個 一個弱勢的防疫 但是蔡英文提出一個非常厲害的叫終生代接班 這個概念是什麼意思呢 我不是派系我英系就讓位了 那也不是你們所有的包括賴清德或你們的各式各樣的新潮流就能夠就來接手 而當他提出的更高個格局或更關鍵的終生代接班 是橫跨派系的時候 哇 看起來好像這招真的蠻厲害的 政治思路很厲害 這點我也呼應一下這個上司哥 因為我也看到有報導呢 就提到的是說 因為針對這個鄭文燦要出來要搶黨主席了 他有意要來接黨主席嘛 所以他要跟內部的人先來溝通 結果英系的表態是不推又不擋 不推又不擋是什麼意思 好像我就是站在一個制高點 然後呢 那我就看你們怎麼樣 然後我再來做一個決定 這個等一下我們一定會好好的來談 但是呢在內閣的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談到了 所以蘇貞昌是怎麼樣呢 剛剛永平姐說的 就是比照當時的賴清德模式 是 我剛才聽這個上志分析的一席話 我確實也認為 蔡英文再怎麼樣講呢 大家不能夠輕忽他的政治手腕 就蔡英文可以是一個存在感並不高的政治人物 很冷掉型的政治人物 可是他可以玩弄全餅到今天 雖然败選 你看2018也是败選到那樣 後來可以擊敗賴清德 然後2020大勝 然後現在又败選 他真正是政治的精算師 老謀深算 怎麼說呢 因為第一時間 2018賴清德請辭 這個蔡英文就說 可以 你可以辭 可是請你真正辭職的日期 拖到總預算結束 那這一次蘇貞昌第一次 第一時間請辭 就蔡英文說 沒有我未留 可是現在又放出空氣說 你到了總預算審完 再走 我來跟大家分析 到底他的關鍵何在 因為說實在的 不管是2018的行政院長賴清德 還是現在的蘇貞昌院長 你在這個時候如果走 馬上對審預算 會造成一個法律跟技術上的為難 因為內閣總辭的時候 照立法院 基本上我是要退回整個總預算 然後等到新的內閣組成 他再重新送預算 大家來審查 那請問現在都已經幾號了 今天我們在討論 已經12月1號了 12月31號這個 馬上就要 這個會期就要結束了 你就算延會 你頂多延個15天 你來得及嗎 所以那個時候 為什麼18年 雖然賴清德說 我一肩扛起 我也要辭職 然後蔡英文也說 Yes 你可以辭 可是你要等著走 主要原因是這樣 那什麼道理 這一次蘇貞昌 不能比照辦理呢 我為什麼說 剛才上至這樣的分析 讓我真正的在 敢配蔡英文的 這個政治謀略之深 很簡單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當蘇貞昌不肯辭 不肯走 蔡英文未留之後 大家很少人去罵 包含這個綠營以外的 非綠的人都很少去罵說 蔡英文你怎麼給他未留 你怎麼過分 因為蔡英文自己辭黨主席了 大家的炮火全部罵蘇貞昌 說你厚臉皮不要臉 你怎麼有臉這樣子 然後大家這樣子一直講 你沒有責任政治 你什麼然後民進黨內部也反彈 什麼亂成一談 可是這個時候誰 又保全了誰 又保全了本來這次最大戰犯的蔡英文 因為是誰提名的 對不對 林志堅是誰的男孩 是誰的愛將 對不對 這些陳時中是誰的左綁右臂 是誰決定非他不可的 是誰要把整個政治堵住 都跟他綁在一起 都是你蔡英文 可蔡英文突然之間 完全消瘋了 包含連民進黨內部鬥爭 他也沒事 為什麼 因為你有一個蘇貞昌在那裡 然後他因為年紀老又皮厚 然後自己也是經常自毀形象 譬如說跟立法委員吵架等等 所以他現在以替蔡英文 做了全部的炮火之後 這個時候就像剛才大家分析的 輕飄飄的透過民進黨能掌控的 周遇寇系統的放言放出一個話 說哎呀 還是終身帶上來好了 蘇貞昌你還是要走 那蘇貞昌不是起不是也被他陰了 所以其實接下來 這個周遇寇發的這一篇 我覺得那就很令人萬味了 因為楊明 我們看到他特別就談到 因為蔡英文跟陳時中 這個競選團隊說 28號有那個參緒 然後結果就說 什麼後來放出來的消息是說 我們從各項執政成績 跟民調來看外界算肯定 我們雖然有執政成績 但人民不想看到民進黨獨大 然後結果周遇寇就說 執政成績好嗎 人民不想看到民進黨獨大嗎 這是哪個魂球幕僚寫的詭辯稿啊 小英居然也照本宣科 那這樣聽起來的話 他不是在批小英啊 他是在批那個幫他寫稿的人嗎 那個什麼叫做魂球幕僚寫的詭辯稿 是在罵幕僚所以那個幕僚要換掉的話 剛好而已啊 如果從這個周遇寇的這一段描述 我覺得周遇寇有點太小看蔡英文了 難道今天他在外面公開演講 都要看讀稿機 就表示他在這種閉門會議 也要幕僚準備稿子嗎 我覺得他太小看蔡英文了啦 這一段是蔡英文真心話 沒有人反對我們蔡英文 沒有人反對我們蘇貞昌 是反對你們 是反對你們這些選不好的 也是因為我們太強了 人民覺得分一點權力給國民黨 都跟我跟蘇貞昌沒有關係 要聽懂這句話 好 那當然我覺得扣扣姐 某種程度上 因為他不能罵蔡英文嘛 他不能罵蔡英文嘛 可是用這種方法 反而是把蔡英文講得更無能了 可是你要知道我覺得這段時間 其實包括前面講到 不管是徐國勇啦 不管是這些種種的蘇貞昌啦等等 這一次的選戰裡面 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我認為叫做無責任政治 就是沒有人負責 是因為這一兩年下來 包括疫情 包括黑心快篩 黨疫苗 指揮中心問題一大堆 然後治安對不對 這一些議題還包括農產品 陳吉仲 請問誰下臺了 沒有啊 沒有人 沒有人負責啊 就是一個無責任政治 導致人民只能用選票 讓你負責 就是說當你今天 一個責任政治 一個很重要的展現就是 當我政府犯錯 人民痛苦 就要有人下臺負責 這在全世界都一樣 沒有一個國家會說 當今天我們比如說最簡單的 台南兩位基層員警 殺警案發生 警察系統沒有一個人下臺 沒有一個 然後內政部長 對內政部長也沒有 結果居然最後怪是怪到 矯正署去 但是矯正署長也沒事啊 下臺是什麼 明德外衣間點獄長 調職調查 但是他也不是真的下臺啊 他只是調理 調去當參事 類似這種職務而已 這叫人民怎麼 怎麼這個叫情何以堪啊 所以你剛剛講的嘛 就無責任政治 這些政治人物他不負責的話 那人民真拿他們沒責嗎 現在就賴著不走啊 對你剛剛看到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警察的這件事情 殺警案 志強外衣間還有一個逃犯 還沒抓到耶 到現在還沒抓到耶 大家都快忘了吧 對啊 所以我說 難道你們真的很滿意 現在臺灣的治安嗎 難道這些總統 內政部長 警政司長 他們真的都不知道 臺灣治安有這些問題嗎 青浦寨 什麼一一圓區 網路上 這些民眾都在罵 可是我們的總統 行政院長 居然是無動於衷 可是你說治安 治安不好嗎 那治安不好的話 那內政部長 是不是該下 早該下臺了 沒有啊 內政部長還是徐國勇 然後徐國勇 現在是傳出來說 他清空他的辦公室 很多東西都搬走了 而是呢 有一個位子等著他接 那就是民進黨的秘書長 那你想來想去 民進黨秘書長 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職務嗎 真的是這樣嗎 那徐國勇當然一直不斷的被記者追問嘛 他就說到 政務官沒有任期 本來就隨時下臺 元起元滅 沒有什麼 但他後來也說 私人的東西本來就是搬來搬去 看起來好像又沒有要走 其實像永平姐上次歌都很清楚 內政部以前叫什麼 天下第一大部 後來是因為這個社會福利這一塊 分到那個衛福部了 現在是衛福部是天下第一大部 但是內政部他有一個很重要 因為他主管警察消防這些系統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所謂的 這種每到選舉 內政部長是知道各地選情 選務 他最先掌握 不是選務 是說選情 選情 比如說警察會有一個系統會說 這次哪一個縣市 哪一個人會贏多少 內政部長會很清楚的 那他我告訴你 他有一位這個叫徐建林 他的基要秘書 然後呢在11月25號 發佈命令 升任這個議政署副署長 為什麼會在選前那一天 做這個人事的派例 為什麼呢 這位徐建林 以前他老實說 他以前在這個移民署 很紅 因為他專門做這個很多新聞 很多我們的同業都 他跟同業的互動非常好 我知道徐國有對他相當幸運 沒錯 那我告訴大家 大家還記得有一個 這個喜香逢宴嗎 徐巧新揭露照片有沒有 徐建林坐在裡面 徐建林也在現場啊 那其實老實說他也就是一個 因為他必須要陪 部長去嘛 那為什麼徐國勇要在選舉前一天 把他身邊 最仰賴的一個 你要說機要夭或什麼 派出去呢 所以這一點才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在做所謂離任的準備 是啊 就是你把愛將先安插好嘛 而且在選前喔 如果今天是選後就算了 選後表示因為敗選 如果是選前就表示我知道會敗 他知道會敗選 而且是大敗 所以徐國勇這叫超前部署 是 這是敗選的超前部署 對 那但是我說現在整個大家講到說 蘇貞昌到底要不要走 叩叩姐的媒體放言說要走 但是老實說 目前還整個民進黨綠營 還沒有人敢篤定講這句話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月觀察一下 因為即便要到明年一月 有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總辭 大概還要一段時間的醞釀 但肯定有人要蘇貞昌離開 那最近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高嘉瑜 王世堅 都說要換就一起換換換換 對 講要換隔魁的通通不是音系 通通不是挺小音的人 通通都是所謂的 比較親賴親得的系統 那這個某種程度我覺得 要把它解讀成是 2019年 因賴之爭的後遺症 賴清德現在已經在民進黨裡面 變成一個所謂的 下一個世代的救世主 而他要上任之前 他得要先排除 所有可能讓我背下 這個增強2024大位的包袱 內政部長徐國勇 他到底走不走啊 真的會去接民進黨秘書長嗎 當然也可以聽聽看上次的意見 但是說到其他的部會首長 現在都有被點名的啊 幾乎大概都輪一遍了 我也懶得說了 不過上次你看啊 連教育部長潘文中 都有人講人說什麼 林佳龍的這個論文門的事件啊 這個教育部長是不是也應該是成為 所謂的戰犯 敗選戰犯名單 把他列入啊 那在這個時候呢 潘文中說 行政院長沒有告知異動啊 目前只是從媒體看到訊息的 不過卻也有講到 大陸民間發起白紙運動 賽路的台聲目前都平安 還非要這樣子 回應一句啊 這個就是教育部長潘文中 不過大家更關心的就是說 部長你可能更關心的 應該要是學生們在學校裡面 不管受什麼樣教育 有沒有好好的吃 營養午餐很重要啊 可是現在不僅是歸教育部長 該關心 還有當然就是農委會的主委 陳吉仲嘛 但是你看 現在立委林一華就在說了 偏鄉學校精進營養午餐 但怎麼會把綠色乖乖 也放進去了呢 當然也許學生吃零食 會吃得很開心 但這真的是我們該做的事嗎 結果不僅僅是有這個 還有什麼巧克力麵包啦 還有甜食甜點等等 好 但是說到了斑斑吃石斑 這個政策大家都記憶猶新 這不就是你農委會喊得很響亮的嗎 但是現在卻又告訴你說 石斑魚產能不足 所以這個政策確定跳票了 那斑斑吃石斑變成什麼呢 叫做斑斑好食材啊 這樣的陳吉仲主委 他還能夠繼續在那裡留著 民進黨是因為要他顧好 中南部的選情嗎 其實在這一波其實內閣改組在籍 我們現在想說無論蘇貞昌下不下台 你說最後包括內閣的成員這些部長 一個都不會動是不可能的 肯定還可以是動的 那麼剛剛提到許國勇 那麼楊米反分析非常清楚 我也非常認同 我覺得我想許國勇我在看到很多事情是從政治融合的政治性格 許國勇是不太能夠藏住他的一些政治情緒的 他真的不夠深沉 所以當他在打包一些東西講些話 他長期來每次都是 如果我們在解讀他這些政治體現 第一時間回應的東西 你在解讀他的深刻情緒 其實都許國勇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或看得透 那所以當然另外的部分像其他 包括像剛剛講 潘文中或者是其時其中來說也是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在這個階段來講 如果還眷戀這個位置 你肯定要有所表現 你要動作東蹭一些西政一些 要表達一些看看 是因為最後如果心格可能是誰 或人許還沒有確定 你大家其實都是有點 你知道心中堂堂黃黃的搞不太清楚 所以趕快呈現出一些表現 把白紙運動呼應一下 蹭一下這個熱度 表達一下態度很有趣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在看 閣員現在的部分 誰去誰留 我想他整個還是在整個 無論就民進黨在黨政 特別在政 政的 而且跟整個中華民國政府的部分的形勢 跟我們還是實現息息相關的 所以這塊當然還是我們觀察的部分的重點 不過還是要回應到 其實剛剛提到的 因為整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就是說在於像剛剛 你說賴靜頭會不會接 在現在節目當中已經知道他很親近的部分人 都已經跟他說是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不是他沒有意願是什麼的 而是我想賴清德蠢度 就在思考整個現在權力結構 雖然大環境民意當中 這蔡英文的主導政權有所批評 可是他現在還沒有那個能耐能夠逼蔡英文放手 而且我們從剛剛一開始談到這個終生代的這個 很厲害 我認為很厲害的這個這個政治高度的這個壓制壓下去 蔡英德是沒有賴靜人有話說的 而且蔡英文確實是不放手的 我插一個講 他我真的在這一次這個感覺 我覺得這個蔡英文真的有李登輝的真傳 你知道李登輝當年 你知道包括把李煥 豪博生一層的剝開 所以我跟宋楚瑜愛將 可能要把宋楚瑜弄掉 太陽福祉水扁把你動省 也就是說他的一些手腕的政治能量操作 永平剛剛講精算師 真的是精算師 我覺得他真的是看著李登輝的劇本 然後他只是轉換演出 連皇城國 他的重用都是學李登輝的 李登輝就是在國民黨內 開引入本土派的黑道 去制衡國民黨的外審派 然後來壓制 然後引入黑金就是李登輝開始 那蔡英文一到台北市 他掌握不了台北市 是因為台北市的力量 不是新潮流 就是謝長林行系統 他就引入黑道 去制衡他黨內的人 完全走李登輝 我補一句 而且這裡頭 包括所謂終生代 很有意思 終生代的意思 現在終生代當中有影響力的 你說誰 就是鄭文燦 林佳龍 這些敗選的 從過去概念說 你敗選的人 你在靠邊站 鄭文燦你都要面壁思過 你應該就從此退出江湖了 可是當他揪出一個終生代 而且還是有影響力的時候 瞬間所有這些敗戰的人都被洗清了 因為沒有人 終生代就是這些人有實質的影響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蔡英文 在政治理論的計算當中 而且他用這個東西來制服 讓其他任何的派系 包括賴清德 新潮流 手完全伸不進來 終生代誰該上 誰該下 誰該留 他因系自己先處理了 的情形之下的話 這些人仍然是他的布袋系 仍然可以由他來遙控 乃至可以如果在這樣的佈局 那麼其他派系沒有辦法打破蔡英文 這個佈局的思路的情形之下 蔡英文現在已經躲開了 現在大家對他 像永明分析的非常棒 就是說已經躲開了 對他批評 蘇貞這樣倒在前面 然後換上終生代 然後鄭文燦如果萬一 順著上去或當入席之類的 那麼無論格魁是誰 都是蔡英文的終生代的時候 就總是覺得還是一心耳目 所以這個細膩的操弄之間 真的是李登輝的真的真喘 永明是這樣子 厲害 那永明姐 那要說到這個終生代 當然現在大家都在鎖定的 不僅僅是鄭文燦 還有就是林佳龍 那面對的就是這個黨主席之爭 這兩個人彼此之間 難道不會互相要搶 這個主席大位嗎 那當然我們在剛剛提到 放言的這一篇裡面 也特別談到的 不僅是針對隔魁的部分 還有就是根據黨政 有重要人士透露 蔡英文決定讓洪耀福等 英系要角遠離核心圈 而未來由民進黨的終生代接班 接班 好 所以中壯派 這邊寫中壯派 聯合報的標題 中壯派接班 建在弦上 所以黨魁戰 賴清德會如何 他要不要派代理人呢 他自己會來嗎 或自己要讓自己去上嗎 還是說他認同林佳龍 所以林佳龍會有機會呢 那偏偏這個時候 鄭文燦看起來是動作最大 最積極的 因為鄭文燦已經有跟這些 不論是英系的人 或者是林佳龍這邊的人士 也都有來談這一方面的事情 而且連英系都講 我不推我不當 然後林佳龍這邊也說 對 他有自我推薦 所以是不是鄭文燦 他接黨主席 是志在必得呢 首先我們現在看民進黨 這一波大規模的 權力跟派系鬥爭呢 他背後隱藏的都是 蔡英文跟賴清德之爭的 part 2 那當然這次選的 這麼敗選 這麼差的以後 我想蔡英文 他必須的讓步 就是說他本來還有一套 就是他如果沒有敗選的話 他還有一套呢 是怎麼樣利用初選機制 或者是說他預先收回了提名權 他一樣擋賴清德 一樣不讓賴清德去接2024 這個叫做他們原本的上策 可是這條路已經斷了 因為他輸的太差 那他輸的太差之後呢 現在民進黨內的普遍認知跟共識是說 那你賴清德應該要全面上位要接班 可是蔡英文會讓你賴系的人 全面的在這個時候那麼接班那麼好過嗎 他不會嘛 所以呢 蔡英文他辭黨主席 就是他設法要放黨權 因為黨還是控制提名 所以他原來要去破壞賴清德 取得提名 取得參選門票這件事 他可能做不到 那他既然做不到 他不如放出去 放出去了以後 可是他是總統 他現在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行政院長還是由他提名 還是他一人可以說了算 所以政的權利 他還是可以掌控在手上 今天蘇貞昌 他挽留他就挽留他 叫他走就叫他走 然後怎麼樣 所以他用政府的龐大體系跟資源 可以作為跟黨未來談判的一個籌碼 可是這個籌碼 當然也要跟我們現在在講的 如果大家這次沒有被蔡英文混淆視聽 而是包含民進黨跟非民進黨的人 都全部逼蔡英文敗選責任的話 那蔡英文會再退一點 可是沒有嘛 剛才我講了他防火箱已經出去 一個形象很差的蘇貞昌已經幫他擋了 那幫他擋了我覺得賴系的人也是不夠聰明 也沒有趁機追擊 那所以現在才發生了所謂鄭文燦出來 因為本來如果蔡英文還要控制黨的話 那出來的人應該是蘇家全 可是他現在放出一個中生代的接班的時候 就表示說這種老的他原本手上的牌 不管是比較最近的蘇家全還是早一點的陳建仁呢 反正這兩個都不要 所以永明姐你是說應該不會是蘇家全了 更不會是陳建仁的 那現在我要講一下鄭文燦 鄭文燦的這個角色非常的有意思 因為他其實是上一次的英賴之爭呢 新潮流分裂出去一部分人支持蔡英文的一個關鍵 當時大家就說新潮流北流南流分裂 北部的新潮流就是鄭文燦為主的 他去支持蔡英文 然後南部的新潮流 陳菊也是支持蔡英文的 可是屬於賴清德系統的那個跟獨派比較接近的那派 是反對蔡英文的 所以當時是這樣 那當時是這樣 可是再怎麼說 鄭文燦他一直被蔡英文培養 割魁人選什麼 可是隨著這些問題 包含林志堅的參選 被迫退選 然後一路潰敗 他又沒有守住桃園 鄭文燦的選擇跟轉折 是第一個顯然他自己知道他接隔魁無望 因為桃園輸掉了 所以他得轉去擋 第二個呢 大家都在傳說他跟賴清德取得和解 因為畢竟他們原本是系出同源 那千絲萬縷的人脈 如果鄭文燦已經跟這個賴清德疏成 也取得了和解了之後 那這個新系就不需要派非常賴清德色彩的代理人 他弄一個鄭文燦那裡 表面上英系的人要反彈也反彈不了太嚴重 因為大家也知道民進黨這個派系 他雖然有頭上的幾個少數人在按盤交易 有新潮流背景 可是他又沒有那麼強烈的心系 因為他之前叛逃去支持蔡英文 所以他有可能在這個局變成了一個 大家能接受的又符合中生代的公約數 只是大家不要忘了鄭文燦在國民黨打選 站到最後一禮拜爆出的很多猛料 炒地皮的糾紛 什麼他在農會 私鄉授受受的錄音帶什麼的 這些事情還在國民黨手上 然後官司也還在走 而且現在是 商善政是要接桃園市長 商善政現在要接了 所有很多的資料清清楚楚的 他們是能取得的 當然他現在交接小組 他們不曉得會不會產生 當時陳水扁那種一大堆機密資料 突然帶走不見 或者是到時候張善政一接了 發現說怎麼這些錄音帶 通通都變空白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節目中 也要提醒張善政交接小組 我覺得媒體還沒有注意到這個事情 大聲的呼籲 不管是現任的國民黨的市議員 桃園還是新任的議員 還有張善政交接小組 一定要全力的去防 他把機密的資料損毀的事情 因為否則的話 到時候你接了市政府 明明有那麼多深喉嚨 勇敢的出來跟你爆料 講述他的問題 結果資料成空 我最後講說 因為鄭文燦還有這些問題 包含他還官司纏身 所以他這個時候做民進黨主席 那就要賭未來的一年 他司法不會有事 好 這個也是關鍵 但是真的會是鄭文燦 鄭文燦贏面是最大的嗎 那林佳龍呢 那也有人說 那賴清德如果不是自己來 那是不是可能會是他比較屬意 林佳龍呢 那現在包括立委高嘉瑜 還有這個我們看到這個王世堅 這個真的是放猛炮啊 不斷的連番放炮 說自己要檢討或什麼 可是問題是 在民進黨接下來這個黨主席 要闡輸的這個過程當中 那他們的態度 會不會也形成是一個關鍵了 對於這個部分 來 楊明你怎麼看 如果今天講鄭文燦 我先講剛剛講這個 友平姐講到這個交接的部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張善政院長他在當選之夜 盛選之夜的感言裡面 有提到說 鄭文燦市長打電話給他了 不是鄭運鵬耶 是鄭文燦打電話給他耶 一般來講是落選的人 或是盛選會互相打電話嘛 對啊 結果他那天特別提到 是鄭文燦市長已經打給他了 說會後續會做好交接 這就是鄭文燦厲害的地方 他已經開始在啟動 所謂的和解之路了 就是說 他身段一直很軟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在這一個部分 那相對於新竹 因為我最近這兩天 聽到一個很詭異的訊息 新竹市政府各個局處 在大量的清理東西 在大量的丟 大量的丟 還有包括連防疫時代的 那個防疫包啊 什麼口罩啊 能丟的趕快丟 不知道在幹嘛 好像是為了要掩蓋一些事情 這是新竹市政府裡面 公務員傳出來的訊息 所以我說未來張善政 如果他上任之後 關鍵還是要靠內部的吹哨者 就是說現在看不下去 鄭文燦這一些 可能這個市政府裡面 有一些問題的 包括公共工程的問題 什麼什麼什麼 這一段時間 爆出來的種種點點滴滴 都是因為有人看不下去 那這些料 其實是已經早就保存的了 那只是說 到時候張善政上任之後 有沒有辦法拿到 那你要拿再多不容易 因為該處理的 應該都處理了 那講到鄭文燦的 這個黨主席 以目前來看 他禮拜一 先跑去跟這個英系 碰面了 有媒體已經報導 他們英系就已經跟他吃飯了 中午在那個總統官邸 他們晚上在英系的小英之友會的系統 他們就已經先碰面了 那再來又說他去找了林佳龍 好 那你就知道他已經啟動這個所謂的黨魁競選之路了 已經啟動 那再加上禮拜三這個陳其邁職業說 你是負責檢討小組的招集人 檢討小組要幹嘛 要去全台灣巡迴啊 那你真的相信他是要檢討嗎 他不是說那個召集小組說 歡迎有興趣的都去參加 這什麼態度 但是那個玉琴姐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他就利用檢討順便競選啊 告訴大家 我就是如果他到時候 只要今天補選的程序出來 我是要出來參選的 我藉由這個 這樣的這個巡迴檢討之旅 我就說我是要來參選 我把問題收集了 變成我下一任主席 我可以來檢討啊 看似檢討 但其實是在競選 沒錯 民進黨的這種所謂的黨主席補選 一定會各派系共推 那我現在聽到的訊息是 政國會還有意見 政國會 政國會有意見 當然就是因為 那我們政國會的人呢 我們的林佳龍輸了45多萬票 有沒有要給我們安排呢 好 如果 我說如果 林佳龍也有意願 要選黨主席 那政文燦跟林佳龍 他們拍戲可能會 所以這幾天會有一些 這個協調 我看到風傳媒的報導 就有提到啊 就是說 他們林佳龍那邊 就是也有他們的說法 林佳龍不是選真的啦 他其實就是 表達的態來看 他說的不是 他們要去爭那個黨主席 而是說 他們在討論的是 林佳龍的未來 的下一步啦 對 就是你政文燦你要選主席 那你要跟我講 那蘇貞昌要下來啊 我是不是 在新北輸29萬票的當院長 啊我輸45萬票 是不是一樣有資格 對啊 就是這個意思 輸越多 輸越高 就創下這個一個 所謂憲政慣例嘛 那也許不是院長 副院長我可以介紹 就是這一段時間會變成 民進黨各派 其實就是在叫板 就是把各自的籌碼攤出來 然後呢 大家啊你要是不是 你要主席是不是 你要我支持 好那我們來談 所以這一段時間會是民進黨 on the table的運作 這種所謂台面下運作 最密集的時刻 現在國民黨正在傷腦筋 頭痛的是 到底是要怎麼樣來選 這個台北市立委 由蔣萬安所讓出來這一席 因為蔣萬安勝選了台北市長之後 那這個一缺到底是誰出來角逐呢 畢竟民進黨動作快 吳怡農已經被推出 那接下來到底會不會是 王洪威 洪威姐呢 但也別忘了 她也是高票當選的市議員 才剛當選 難不成就要出來選立委嗎 好 這個12月2號是最後的登記日 而且好快喔 明年1月8號就即將要投票了 那這個第三選區是包括了 中山區42個里 還有部分松山區20個里 那大家就要問說 一定要有這個基層的實力吧 這洪威姐當然是最被看好 最有實力 可是徐曉昕她已經說 她不會來角逐 那麼當然也有被點名到的 有王浩以及鄭麗文 那羅淑磊呢 她是自己個人在表態 好 那談到這邊 現在大家就在問 王洪威 洪威姐真的好為難啊 因為她說她內心非常的糾結嘛 她臉皮是很薄的 怎麼一下要就職議員 但是又要去參加立委補選呢 實在是說不過去 那但是現在怎麼辦 那到底如果不是她 換誰呢 那我們看到前主播何啟勝 啟勝哥他就在說 其實他早就已經講 國民黨要動作快 要及早規劃呀 遇事欠缺全盤規劃的謀略 他這樣說 那事先不好好準備 那臨場就盲抓瞎啦 怎麼在這個時候 你國民黨市黨部主委 黃呂錦茹 都沒有及早去安排佈局呢 甚至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現在都只能告訴你 直到今天喔 說全黨還在努力當中 一定提最能勝選的候選人 國民黨要走對的路 提對的人團結勝選 那講這些有用嗎 大家想要趕快看出來的是 國民黨到底是推出哪一位人選 而且要能夠贏過 已經不斷地在基層跑的吳怡農 不是嗎 尚志哥 這場蔣萬安空出來的 這個立委的部分補選 雖然就是立委 但是不得不說還是很重要的 因為呢在民進黨 這次大敗之後呢 如果在這個補選當中 他們贏了萬一的情形之下 那整個氣勢會有一點修正 就整個你知道那個民進黨 敗選的氣氛 乃至說不定就影響這個隔魁的部分 所以就那個氣勢這個東西 所以剛剛國民黨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覺得齊勝講的部分沒有錯 其實在有關這個補選當中 已經有不少媒體有提醒了 但是國民黨真的動作還是慢了一點點 比如說還是有些活期 比如說現在羅志強還是可以來得及回來 不行不行 因為他連當時公告的時候 他仍是桃園市戶籍 來不及 你都要在台北市涉及四個月 你才可以換去簽 所以現在大家罵的很多事情 其實是完全不知道法律 因為他們的突襲 是突襲到立刻去公告 所以在公告的當時 如果就算你有台北市的戶籍 你如果沒有立刻簽選區到那個區的話 一定要在這個選區 沒有參選資格的 那那個時候大家在講徐巧欣 好像是說他自己說他不要選 不是啊 徐巧欣馬上就要投票了 他這是每天在宣傳車上在掃街 他怎麼可能說我跑去簽戶籍 對不對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徐巧欣也沒有戶籍 現在有戶籍的 也不用講那麼複雜 有戶籍的 只有王鴻威王浩鄭立文跟羅淑磊 其他講什麼羅志強那些事情 都是不可能的 現在所以在現在的冠軍裡 我們不得不說吳玉龍現在推出 真的是強棒 我覺得他包括不要說他的樣子 中正代也符合 然後他這個錢保基層 作為他的黨部的主委 那確實是強棒 我們就實力上 所以現在真的要能夠跟吳玉龍對打的部分 不得不說大家都在太平潛匠 包括永平提到的部分 真正有 我想羅水不用討論了 王浩其實是當然可能是一個機會 可是當王浩跟吳玉龍擺起來 我想我們現在這幾天在討論的 可能還是是要要很努力 當然強棒的部分 當然王鴻威是沒有話說的 曾立文應該也有機會 我想今天在幾個有關於國民黨的一些 比較包括趙奧康在內 他們也是這麼認為 我相信現在在國民黨的目標 包括朱立倫也在努力的勸第一順位 跟第二順位肯定也是這麼做 因為12月2號就是節目明天了 對 星期五 其實就星期五了 因此在這一次來說的話 無論如何 現在去追究國民黨 謀略不清 當時沒有預先考慮清楚 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真的很難得想像一個提名作業 能夠到這麼樣的急迫的心境之下 有人選根據原選不見得能夠順利推出 那麼所以但這一次感覺起來是 我自己個人覺得 如果王鴻威還是非常的極端 包括我極端是指 他還有他自己的政治性格 我認為他的政治性格 是他終究不可能能夠抵上去 是各方壓力 還有包括他家庭的考慮 曾立文也有寫也有機會 而且如果曾立文當中 他這次不分區的部分 他還選 他的不分區還可以地補 而且他其實如果跟吳毅龍來拚 好像還是有機會可以拚 無論他的口才 而且又是女性 他的部分的這個整個balance的部分 我們講還是有些實力 戰力還是有的 那麼所以在這一次的部分 感覺起來是在這一次民進黨 一定會親黨政的一切力量去加持 吳毅龍 而且在這樣子的力量當中 那麼你知道民進黨當時 可能很多這次選舉 很多人的部分就都不投了 特別像在新北 但是一旦看到吳毅龍這樣的 我覺得那個鐘擺效應 雖然不是大幅度的 像總統大選的鐘擺 但是小幅的鐘擺 是往吳毅龍身上 他們的基本盤 我認為是機會是很有可能的 確實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國民黨真的很頭痛 最後能有什麼結果 其實今天我們在節目晚上 進行的這個時刻 恐怕就快要有結果了 也應該要了 也得要了 當然現在這個朱立倫 當然還是在強調說 一定會選出對的人 那麼要提出對的人 那不管怎麼樣 你說要質疑 是不是佈局的有點慢 有人就在質疑說 國民黨的市黨部主委 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呂錦儒 為什麼能夠當初 還老神在在呢 都說未來黨內初選 徵召都是選項 反正現在就是徵召 但問題是徵召誰呢 然後甚至連蔣萬安 因為是王洪威 他說蔣萬安都來想說服他 可是呢 王洪威他卻是非常的堅定 那蔣萬安也只能說 現在會積極配合黨中央 確保這一席是能夠守住的 那楊敏你知道 這個講到了說 這個藍營是不是動作太慢 所以我聽到的還有就是說 還來怪蔣萬安了 說你為什麼要辭去立委 沒有辭去立委 就不會有現在這個問題 搞得急救張 然後措手不及 然後都是民進黨在卡國民黨 應該是說 不是說怪蔣萬安 應該是說這種佈局 你的立委會牽動到一個補選的話 那你應該要跟黨這樣有同一個步調 就是在怪他說 怎麼突然就宣布了 那你要宣布前 你要先讓黨中央知道 那黨中央要了解說 那你這一席我們要安排誰 理論上是要一起佈局 那就 這是蔣萬安自己說的 他在11月10號當天這個受訪 然後說要辭立委的時候 他是在受訪前才通知 所以他跟黨中央並沒有一個說 我們接下來誰要選 誰要接我的棒 他們沒有這樣的一個溝通 也沒有想到中選會會在 這個26號投票日之前就公告 他們都一定覺得 哎呀選後再來處理就好了 沒想到今天民進黨就是算的 比你多一步 讓你們來不及 選前他都會忙 都要忙衝刺啊 然後沒有人有空去關 突然選舉公告出來了 那就沒有把從這個戶籍 從這個選區外調整進去的人的這個空間了 所以呢你就只剩王鴻威 這個什麼王浩啊羅淑蕾這些 你的彈性就很小 那你彈性小的時候 王鴻威他們會有顧慮啦 因為這個確實你要 而且他投票日定在1月8號 對你12月假設假設假設 我是假設王鴻威被提名 12月25號你要去台北市議會宣布宣誓就職 可是你已經登記參選了 你是一個議員 立委補選的候選人 你跑去市議會宣誓就職 你請問吳怡農當時是不是就可以說 請問你到底要做議員還是要做立委 這個中間選民就炸鍋啦 我說民進黨就是算準了 如果你今天是議員要來參選 我就打你這一招 所以我直接在這邊講 我說如果今天國民黨要提名 不管是王鴻威也好 這個只要是現任議員 或是當選的議員 12月25號不要去就職 不要就職 不要宣誓就職 不要給講 吳怡農有那個說王鴻威的機會 對他們就會說你辜負選民 你要說我打完這場選戰再來說 因為我在查啦 就是說我還沒有查到過 過去不宣誓就職會怎麼樣 我還不知道 因為有可能是要你補宣誓 過去最多就是議會會讓你補宣誓 但是我不知道最後如果你堅持就是不宣誓就職 會發生什麼事 不宣誓就職是一個方法 對這可能要問一下 就是說這個議會有沒有相關的一些規定 可是我認為這是一個方案 就是說可以去防守這個所謂的 如果你今天是當選的議員的人 去選這場補選的話 這是一種方案 永明姐覺得這一招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大家怪來怪去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到一件事 我覺得最可惡最應該怪的就是說 你一個應該行政中立的中選會 你憑什麼變成了綠營選戰策略的一隻手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剛才陽明講到一個重點 雖然我們的法律沒有明文的規定說 你因為選舉選前辭了一個職務 你要補選的話應該要在選後才公告 雖然它法律文字沒有明明白白的部分 可是你這個擺明就偷襲 你這個真的就是非常惡劣 因為你想想看 選舉還沒有結果的時候 第一個從國民黨的角度 大家一定要回到國民黨當時的思考角度 第一個誰敢百分之百說 蔣萬安一定當選 誰敢百分之百說 這個補選一定會發生 那誰敢百分之百去考慮說 那到底蔣萬安當選了以後 他選票是怎麼個勝法 所以我要提名怎麼樣的人 對不對 全部都還未知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 你要叫大家怎麼去準備 第一個 那第二個 因為如果他不這麼找公告的話 因為我剛才已經講了 法律上你只要在台北市 你在他公告之後的一段時間 你簽戶籍到這個選區 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他搞在選前公告 然後幾天之內就逼著你要做這個決定 誰有辦法處理 那我覺得今天最可惡的一點 就是說你中選會 你憑什麼為了配合民進黨 你為了保障他的補選的機會 你這樣子來惡搞 你這樣子來惡搞你憑什麼 那我覺得國民黨到現在 沒有發起一個強烈 因為中選會問題太大了 我們今天都還沒有講那個 屏東開票的這個問題 開票沒有亮票 大家當時還記不記得 中選會主委要用李進勇的時候 他號稱什麼 我已經退出民進黨 那個國民黨的 因為立法委員席字太少了 或者在立法院也是打架打到不行 還是輸給他們 你果然用了一個內心 不管他表面有沒有民進黨籍 他的內心就是完全參與你民進黨 選戰佈局的部分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很過分 台灣的選民真的要睜亮眼睛 我們真的被民進黨用這種選舉技術 到底要愚弄操弄到什麼時候 大家如果不奮起 把中央政權再脫離民進黨的掌握 我們講什麼都沒有用 對啊而且中選會難辭其咎 要趕快處理 今天連林靜宜都在質疑說 那個影片是造假的 可是後來發現是真的 又趕快下架又趕快改口 那我要請問的是 那這案子你還不趕快辦嗎 除了中選會之外 這個陽明手上也有一個資料 就是針對媒體的部分 NCC是不是也應該要趕快來處理 因為大家在看到開票當天 三立新聞台 陳時中票數竟然衝到37萬多票 然後蔣萬安39萬多票 差了不到3萬票 但中選會當時的數據 蔣萬安只有3492票 陳時中則是少了蔣萬安 現在看到的是2811票 好 那NCC主委呢 他只有告訴我們說 現在有五件申訴案 三立兩件 民事兩件 年代新聞一件 那那個票數灌水 灌水的問題 你要怎麼處理 現在只告訴你說 最高可罰兩百萬 但是現在呢 三立是有自己趕快處理 但是那個懲處 楊明覺得大有問題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這一份 如果你今天是灌票啊 或什麼的 理論上懲處的 應該是以這個計票中心 就是新聞部 你看這邊有一位 他是這個計票中心的總督導 有沒有 他是小過一次 這個排在第三位的 是這個新聞部編播中心的副理 他是計票中心總督導 那如果灌票應該是他的責任最大 結果最懲處最嚴重的居然是一個叫做 這個政論節目中心的這個執行製作人 然後呢 大過一次 而且他的這個理由是說 因為節目的內容 誤值了 誤值了錯誤訊息 對公司造成嚴重傷害 然後自己大過一次 那為什麼 後來原來是因為他這個標題 就是說中選會調查中 就是說什麼 蘇清泉跟周春明的那個票數 那個什麼 我記錯了 計票員把什麼什麼的 然後呢 中選會調查中 是這個標題 因為蘇清泉把它貼在臉書上面 他變成是這一次蘇清泉攻擊 就是說來來做這個所謂的驗票攻防的其中一個證據 對三立很傷 所以呢 懲處最嚴重的是這個下標的人 不是計票的人 這個這個其實是這個邏輯 我覺得有點有點奇怪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二十九號是二十九號懲處 二十九號就懲處了 所以三立的反應非常快 這有點你會覺得有點像說 過去這個那個計票啊 或什麼這種事情灌票的 開票灌選 我們從來就沒有看過 有電視台這麼快懲處的 那這次為什麼 因為牽扯到可能會影響 三立跟民進黨之間的這個 所謂的利益關係 因為你害了中選會 你害了這次包括什麼什麼什麼 屏東縣政府 這可能會讓三立會讓他們覺得 你們搞什麼鬼 還讓這個蘇清泉抓到一個小辮子 可以修理我們 所以三立要趕快趕快 等於說這一份懲處就是讓三立告訴他們 我們趕快處理 趕快止血的意思 但其實上司哥應該最清楚啦 各個媒體在開票日當天 所謂那種灌水 灌票 開票然後來灌票 那這個事情其實過去我們也在不同的電視台 都也有看到有很多這樣的經驗 可是現在目前是你是怎麼處理 那這個處理是不是有所謂 不要再繼續向上延燒的考量呢 電視台這個在開票期間 因為是所有收席率最好的之後 疫情也主持過開票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大概看了三十年 我過去都在電視台 其實真的都一開始都在灌票 因為大家掌路的信息 然後然後只是有些灌了太離譜 之後我這樣前幾年還有倒退嚕 對吧 對對對 那個都還是變成來當笑談 過去是來覺得說電視真是不專業 你們都搞什麼鬼 把開票這麼重要的東西在作秀 可是民眾一般來講 過去沒有太大的反應 主要是也都是理解 反正大家只要最後的結果就可以了 那也知道都是你們正電視台的手法 所以感覺起來那是好像一個電視台 一個不成文的一個 一個很很糟糕的文化 但是是個笑話 但是這次當中 其實因為NCC 你說NCC如果沒有人去檢舉 他會處理嗎 當然不可能 因為就現在檢舉的部分 我相信其實比想像中的還要更多 只是就現有這個部分的回應 來講的話 那當然你不處理不行 再加上這一次民進黨大敗的民意的部分的指責 三例向來在所有類似面對NCC的部分 要罰錢 三例過去都是動作最快的 我印象中所有類似 因為過去還有什麼節目置入之類 廣告的之類 也都是很快就會有所處理 我想這個動作的主要的 我個人來看是 主要是因為他財罰部分 要罰你兩萬或到兩百萬 還是有個裁決 那就在於說你三例如果有動作的部分 你有反省你有處理 可能他的財罰就少 兩百萬也是不好賺的啦 現在對電視台來說 當然在這次我們看到部分 剛剛講他處理的部分是 其實剛好其實是正知道了的那個節目 我想在開票的部分的過程裡頭 大概都電視台是把所有的 包括政論節目大家都動員來打散 那應該就是他負責的這個區段 當然就還是強調 你要灌票灌這個東西 你說是受益 或者是說你放任 放任 比如說上面這些新聞部的這些高級主管 大家看在眼底你也沒有制止 因為最終你就要征收視率 而且畢竟他們是被歸類於所謂綠媒 你把綠媒的部分的氣勢強得 大一點點的心情之下的話 刺激收視率 我想整個原因是這樣子 沒有啦我覺得電視台 灌票是不是灌例 這我不評論 但是重點是 你不能夠引起政治後果 那三例是前科累累的電視台 因為他2005年周錫瑋跟羅文家之爭的時候 他灌票灌到喔 我那時候在周錫瑋總部 羅文家的人呢 差點要衝到總部要起衝突 為什麼 因為他們前面都領先後來發現 輸20萬票 腦力號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冒冒水 放通心情舒緩焦慮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電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CTI567 還有足夠出人物CTI444